今天吃东北老式麻辣烫还有炸串 先解锁我的完全体 开头啦 先吃一个这个熟塔吧 我感觉这个熟塔应该不脆了 我这外卖送了50分钟才到 完全不脆了 但是它还是挺好吃的 土豆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它都会很好吃 我真的超爱土豆 它是软了之后会变得糯糯的 它脆的时候又脆脆的 有句名言 你有没有听过 熟塔就是很好吃 但是很难吃 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 就要搞定了 它们来吃 就要搞定了 就要取清爽 铷子 铷子 只要捡定了 干嚓 你 在这里 哎呀我可太好这个 他家这个 我没有多加麻酱 还不会特别黏糊 这个汤再配上这个牛筋块面 还有这个玉米面 太久了 吃一个冰面包 吃一半吧 一会吃咸了的时候配上 没掰着 馅儿都在这边 先放在这 冰面包泡麻汤 你没吃过吗 好吃真的好吃 他家这个 是不可以自选的 就是他都是搭配好的 可以选面条 菜什么都可以单家 超级爆汁 它这种冻豆腐 就是冻豆腐 冻豆腐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块海面 超级西枝 太爽了 来个外子 就是吃不完 你们听到吗 咯吱咯吱的 我在看五里外传 打地破这一集 超级喜欢这一集 炸烤的面 它也瘪过了 喝口水 我跟你们说 大同事里面 丢一个茶包 放在冰箱里面 正好是我一天的料 正好是我一天的料 炸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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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有一种感动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吃得我快累梦了 好久没有吃过这种 加麻加辣东北老式意面 桌机变得麻烦了 这家我本来是想拍摊店的 但是他们家好像只有两张桌子 然后人特别多 我就觉得我另一个相机在那儿来了 有点耽误人家做生意 炸豆角 超配 加年糕不会也软了吧 不软了 但是辣丝 不管是脆年糕 不管是脆年糕 还是软年糕 我都喜欢吃 我感觉我要吃醉了 你们知道那种 吃着吃着突然就很困的感觉了 又应该等等等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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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饭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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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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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